Hello大家好,我是资深翻译专业会计硕士小白 今天我们来看经济学人 这一篇文章里出现的单词 还有适合用在写作里面 值得背一背的英语经句 我都会整理在视频最后 很多讲经读的博主会在视频一开始说 经读视频制作不易 求点赞鼓励支持一下 但我想说的是 大家不着急点赞 看完觉得好再来点赞也可以 小白出品的经济学人经读 不好不要钱 就是那么自信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逻辑架构 这一篇主要讲的是对外星生命的探索 这个外星梦 它这一篇是经济人商论今年三月的文章 它在开头第一段 就抛出一个问题 一个哲学性的问题 说在宇宙的其他地方 Elsewhere in the universe 是否存在生命呢 然后它下面就说了 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哲学性 它有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是它的宏大的命题 还有一个理由 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怎么了解 就是没有什么evidence去证明它 就我们也不怎么清楚 就是大家对生命是否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生命都知之圣少 然后下面一段 它就从这个知之圣少去引申 它就说这个知之圣少的情况 will soon change 就很快会改变的 因为会有什么telescope 天文望语境 spacecraft 宇宙飞船 就有这些东西 科技在发展 然后这些东西也在探索 然后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改变这个情况 然后下面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外星生命 会怎么样呢 会颠覆现有的认知 然后这里呢就是说 怎么找怎么找 在用什么望远镜发送信息啊 blablabla 然后这里呢它就说 那如果没有找到呢 没有找到也不会啊 至少证明了我们地球是真的很厉害啊 有生命啊 别的地方都没有生命 厉不厉害 那最后一段是它的结尾 它其实就说了一个故事 就是说那个阿波罗的那个宇航员 当年回到地球之后 他们是怎么怎么样的一个感悟 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来作为一个结尾 那么思维导徒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下面我们就来一段一段 看这篇文章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生命 宇宙 这个宇宙是要加the的 因为只有一个宇宙 跟太阳 地球 月亮 是一样的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宇宙及万物 Alien Dreams 外星梦 The Search for ET May Soon Yield An Answer 这个Search 在这里是名词 它用的是借词for Search for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搜寻 什么什么 寻找 什么什么 它做动词的时候呢 它也同样是Search for 这个搭配 就是Search for Something 寻找什么什么东西 Search for Someone 搜寻 搜索 什么什么 嫌疑犯啊 失踪人员啊 就这么个意思 大家可以记 就是Look for的时候 也是寻找什么什么嘛 它是用for的 所以这个Search呢 也是用for的 就这么几就可以了 ET 这个大家都认识 外星人 它其实是一个 很长的单词缩写 叫Extraterrestrial 它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形容词 做名词就是外星人 做形容词就是地球外面的 那这个Extra呢 就是外面的 后面这个Terrestrial呢 它意思就是地球的 或者是地球上的人 那加上这个Extra呢 就是外星的 就是地球外面的 那些东西 那些生命 然后这个Yield 产出 产生 这个词其实我们之前讲过 产出果实 就是Yield Fruit 产出收益 就是Yield a Profit 那么这里呢 就产出一个答案 Yield an Answer 那除了产出答案呢 它还可以产出 其他一些比较虚的东西 比如产出信息 Yield Useful Information 比如说一个实验 它可以产出有用的信息 就是Yield Useful Information 还有呢 可以产出 让人觉得很有希望的结果 Yield Promising Results 所以这个词呢 就是可实可虚 可以产出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 也可以产出一个虚的答案呀 信息呀这些东西 它呢也可以做名词 做名词的话 就是产生的收益呀 产出的产量呀 比如这棵树 今年的产量怎么样呀 就这个词 然后它呢 也可以做不极物动词 因为这里是极物动词嘛 然后它做不极物动词呢 就是Yield To什么什么 就是向谁谁谁屈服 比如Yield To Pressure 我向那个压力屈服了 但这里其实有一个很tricky的点 就是它在做Yield To 就是在做屈服这个解释的时候呢 它也是可以做极物动词 就是它可以说 Yield什么什么东西 To谁谁谁 就是把这个东西 让给了这个人 就是Yield什么什么 To 比如说Yield Control To Him 放弃控制权 交给他 交到他的手上 Yield Power To The Shareholders 把这些权利 移交给了那些股东 那前面刚说了 这个Yield就是产出 就是产出什么什么东西 现在呢又说 这个Yield就是放弃 就是放弃什么什么东西 那这个逻辑怎么理呢 就这个单子怎么寄呢 其实这样呢 就比如说 我放弃了控制权 那么这一份控制权 不是就控出来了吗 就相当于本来是没有控制权 因为控制权在我的手上 那现在我不要了 我放弃了 那就有了一份控制权 就相当于我把这份控制权 给伸出来了 那么他就可以接受这份控制权了 就这么一个逻辑 那么这个Yield To呢 它其实就是Yield Myself To 什么什么东西 比如说Yield To Pressure Yield Myself To Pressure 就是我把我自己给放掉了 然后把我自己放掉 然后就把我自己给伸出来 伸在哪里呢 伸在那个压力当中 我把我自己伸在了压力当中 所以就是我屈服于那个压力 我就在那个压力当中 所以这个单词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你就这么挤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用法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当中再加一个up 就是一个小品词 比如说Yield Up Control To Him 或者说Yield Up Power To The Shareholders 也是可以的 那么来看第一段 Most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Practical Ends 大多数的科学研究都有一个Practical的Ends 这个Ends呢 跟我们通常习惯的用法不一样 这里是目的的意思 这个Ends呢 其实就是等于Goals 它是一个可处的名词 Practical Ends 使用目的 Political Ends 政治目的 They are prepared to use violence In pursuit of their ends 他们准备使用暴力 来达到 来追求In pursuit of their ends 他们的目的 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But some still pursues goals Better described by the field's original name Natural Philosophy 这个Pursuits 刚才我们的句例句说 In pursuit of 所以这里呢 它其实也是可以说 But some still is in pursuit of goals 这里它用的就是Goals 前面是用Ends 因为一篇行文里面要有变化嘛 那就是换着词用用 这个就是比较高级的英语写作方法 后面这个 Better described by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就是形容这个Ghost 这个Ghost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更好的可以被描述为 这个Fills的original name Natural Philosophy 前面一句话呢 说的是大多数科学研究 它都是有实用性的 就有实用的目的 就是要拿来用的 就是要拿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还是有一些科学研究呢 它就是最早的那种 就是自然哲学 就是为了理解我们的这个世界 为了理解这个大自然 就没有什么实用性 它就是一个思想性的 理解性的一个东西 Original 这个词我们可能 最经常接受的意思 就是原来的 最早的 原创的 就是最早的那个 比如说原件 the original 原作 the original 但它其实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 比较有意思的 又比较新意的 又新意的 独创的 就是有这么个 褒译的意思 在里面 比如说 an original idea 一个非常独到的 见解 不过这里呢 它就是它的那个 最原来的意思 就是最早的 原来的 原先的 那个名字 它有几个派生词 大家可以记一下 originally 是一个副词 origin 名词 起源 originate 动词 起源啊 发源啊 发明啊 都是这个词 那么它的名词呢 就是origination 不过呢 它有意思的是 它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叫originality 这两个名词 分别对应于 original的两重意思 我不是说original 有第一重意思是 原来的 最初的 最早的嘛 那么origination 它就对应这个意思 它的意思是 起源 开始 而originality呢 它就对应于original的 第二个意思 就是首创 独创性 有新意的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originality呢 它的意思是 创意 独创性 那下面 one of its most philosophical question is 那这个one of its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指的是这个 natural philosophy 自然哲学里面 最具有哲学性的 一个问题呢 就是 Is there life elsewhere in the universe 在宇宙的其他地方 是否存在生命 这个elsewhere 它在这里是一个副词 它也可以用 in other places 比如说 Is there life in other places in the universe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借词词组 来表示这个副词的意思 那下面我们来说 这个philosophical 这个词呢 它是等于philosophic 但其实很多词的 口和k 是有区别的 这个大家肯定应该 有所了解 但这里呢 我要先慢一个关子 因为philosophical 它是等于philosophic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不适合讲 口和k的区别 这一篇下面呢 还会碰到有区别的词 碰到的时候 我们再讲 philosophical 顾名思义 因为philosophy是哲学嘛 那philosophical呢 肯定是哲学的 和哲学有关的 哲学上的 但其实这个呢 是它的本意 它还有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隐身意 它就是说 是说一个人 像哲学家一样 就是凡事都很淡定 处辩不惊 泰然自若 就跟我们中文里面说 佛系是一样的 就中国的佛教思想里面 其实有一些 也可以算是哲学思想吧 那佛系这个词呢 其实就跟philosophical 是一样的 就是它本来是说哲学的 然后呢 它是用哲学这个思想 去形容人了 那佛系这个词呢 就是一个人呢 比较像佛一样的 处世哲学 就是是佛的一系的 那philosophical呢 就是哲学家那一系的 就本身差不多的 那下面给大家说一句 另一句 Lewis has grown philosophical about life 就是Lewis这个人呢 他对生活呢 已经变得很佛系了 佛系看待生活中的一切 它的副词呢 就是philosophical 像这个扣和可 它们变成副词的时候 都是这个Li 就是不管这个 扣和可有没有区别 它们变成副词 全都是什么什么 扣Li 一样的 然后它的名词呢 就是philosophy 哲学 It is philosophical for two reasons 这个问题呢 它为什么说 它哲学性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 is this grand sweep sweep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 属于 知人知面不知心的那种 什么叫 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就是 这个词 它放在这里 你可能不认识 但是你换一个地方 你肯定认识 sweep the floor mob the floor 你敢说你不认识 sweep the floor 扫地 mob the floor 拖地 小朋友都认识 但你知道人家的表面 你不知道人家内心 其实是一个很腹黑的词 它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指 跨度很大 很广的东西 就是做名词的时候 就是说 这个玩意是可以 一扫一大片 横扫一片的那种 所以说 凡是被叫做 sweep的东西 一定是一个很广 范围很大的一个玩意儿 在做这个意思解释的时候 它是一个 不可数名词 这里呢 是一个 极物动词 这个不可数名词 常见的用法 除了像这个地方 就是直接使用 这里还是跟这个 Grand连用 就是 更加大了 Grand就是 红大的 灰红的意思 它强调这个sweep 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 特别广 特别特别大 就是强调 这里翻得很好 它翻成了 命题红大 就是 这里也是用了一个 小技巧嘛 就是翻译上的小技巧 加了一个 命题的意思 就是 如果按照原文直译 的话就是 它很宏大 那这样翻的话呢 第一是 宏大的意思 没有到位 第二是 它的指向 不够明确 英文里 这里的这个 its 它只有一个东西 就是前面那个 就是 也是这个it嘛 就是前面那个 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那个 philosophical的 哲学的问题 宇宙的其他地方 是否存在生命 但你翻成中文呢 这个它 指向就不够明确了 这个问题的哲学性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它的著作 涵盖了这个国家 一个很漫长的历史 Mrs. Griswald has been a teacher for so long that the sweep of her influence extends across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trans people 就是这一位女士呢 她做老师 做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所以它的影响 非常的大 这样大的影响呢 都已经可以叫做 the sweep of her influence 这么大的影响呢 它涵盖了这个 小镇上的人 三代小镇上的人 就是 确实是一个很大 很时间很长的影响 所以它可以叫做 the sweep of her influence 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 它除了可以做 不可数名词 它还可以做 可数名词 可数名词的话 比如说 a sweep of 它的意思跟这个 the sweep of 就是 完全不一样的 make a sweep of 的意思就是 搜查 the rescue helicopter made another sweep over the bay 就那个救援直升飞机呢 就是在那个 背 那个海湾上空 就是又搜索了一遍 make a sweep of 或者是make a sweep 或者是make another sweep 意思就是 搜查 if there is life elsewhere 就前面那个问题 变成了肯定句 particularly of the intelligent sort 尤其是 如果它是一个 智慧类型的生物的话 这个就是说 那个life 说这个 that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humans might ever encounter it or its products 这个it 这个its 它指的就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life 就是宇宙中 其他地方 如果有可能存在的 智慧性的那些生命 那么这个that 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that就指的是 前面的这个假设 if there is life elsewhere 就是说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 那么这个就会提出一个 一个问题就是 那人类是不是有可能 会碰到这些生命 或者是他们的制造物 产物呢 比如说人家造的飞船啊 什么机器人啊 这种这些东西 就都是人家的 its products in counter 遇见遭遇 它是一个集物动词 if there is not 就是 if there is no life elsewhere 就是在宇宙 其他地方没有生命的话 if all the uncountable stars in creation waste their light on sterile lifeless walls then life on earth must be the result of a stroke of the most astronomically improvable good luck 如果宇宙的其他地方 没有生命的话 那么那么多 数不胜数的 横心 这个uncountable 要注意 它是不可数的 但是其他 还有一个词 就是也是从 抗尸变过来的 否定的一个 一个形容词 叫discountable 那么这个词的意思是 可以打折的 discount 这是打折 折空的意思嘛 所以这个就不要搞错了 如果那么多的横心 把他们的光 都浪费在了 平级的 没有生命的世界了 那下面我们要说这个increation increation它其实是一个词组 就是它其实意思上等于 on earth 就是不大写的那个on earth 就是一个强调的意思 就是跟in the world 就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到底怎么怎么样 究竟是什么什么东西 what on earth are you doing 你到底在干什么 what in the world are you doing 你到底在干什么 what in creation are you doing 你到底在干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表示强调的这个意思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个increation并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 你很熟悉的词组 然后你就一激动 然后觉得 肯定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呢 你要克制住这个激动的情绪 当你看到你一个 你很熟悉的词组的时候 你不要一下子就 下意识的反应出来说 哦 它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有的时候 它并不是你知道的这个意思 就比如这个increation 它并不是一个表示强调的意思 它这个increation 它指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那个star 就是恒星嘛 就恒星它其实是负责create的 它负责创造的 就比如说太阳系 它是因为有 有恒星太阳的引力才存在的 就没有太阳 就没有什么九大行星 也就没有什么地球上的生命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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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都没有 所以它这个increation呢 它指的是 恒星是生命创造的先决条件 就是这个stars 它负责创造的这个stars 它们把这个 它们的光浪费掉了 浪费在了sterial lifeless wow的上面 浪费在了这些 贫瘠的 没有生命的世界 没有创造出任何生命来 所以这个increation 它其实是和这个lifeless 是一个对照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不要理解错了 然后这里呢 就是说条件 如果怎么怎么样 那么下面就是结果怎么怎么样 这里要注意的一下是 这里是onearth 就是我们太阳系 太阳月亮地球 其实太阳月亮 大家都很习惯说 the sun the moon under the sun 在太阳下面 on the moon 就是脚可以踩在那个月亮上 但是earth呢 就是有很多人都习惯说 on earth 就是如果地球上有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东西 on earth 然后那个e 它大写就是 如果是小写e的话呢 就是前面我们说的 强调的那个意思 如果是大写这个e呢 就是在地球上的意思 然后很多人呢 都不会用那个on the earth 它那个v是不要的 就是on earth 然后这个stroke stroke这个意思 就是可能有的人会很熟悉 就熟悉它的一个意思 就是笔画的意思 就是你写一画 就是一个stroke 那么它其实除了做名词 笔画一画的时候 它做动词的时候呢 是一下一滑 就比如说摸了一下 打了一下 滑了一下 写了一下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词我一直觉得 它跟smoke长得很像 所以我一直用smoke来记忆它 smoke就是烟嘛 一缕清烟 就是是轻轻悄悄的东西 所以stroke在做动词解释的时候呢 就也有这个很轻柔的意思 我就是这么记忆的 就不是说这两个词有关系 我就是 这是我的一个记忆方法 就比如说 he stroked her hair affectionately 他深情地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 当然你摸狗 摸猫 撸猫撸狗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用这个stroke的 或者是 she stroked away his tears 他轻轻地适去了他的眼泪 he stroked the ball between the posts 他轻轻一处 把球踢进了那个两个门柱之间 所以这个呢 就是stroke 在做动词的时候的一个潜台词 那么他做名词的时候呢 就指的是那个什么 抚摸的动作呀 击打的动作呀 滑水的动作呀 就这些动作 他这个动作呢 就一般是重复的 一般也不会特别重 就比如说你撸猫是一下一下的 你那个游泳滑水 是一下一下就重复的 然后也不是特别重的那种 或者是用讲划船 就都可以用这个stroke 但是在这句句子里面呢 这个stroke off 其实是跟我们上面说的两种用法 都不太一样的用法 a stroke of 按中文理解的话 这个stroke是属于量词了 那么他做这个量词的时候 他其实也有这个 悄然而至的这个意思 就比如说 悄然而至的好运气 像这里 a stroke of luck 悄然而至的灵感 a stroke of inspiration 或者是突然天才了一下 a stroke of genius 就也是灵感突然来了这个意思 就不经意间突然啊 灵感闪现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其实你记单词 你别看一个词的词性有很多 意思有很多 其实他的本意是不变的 就是他其他的意思都是 从他的本意上衍生出来的 你只要搞清楚哪一个是他的本意 然后你就把那个本意死死的记住 就你以后再看到这个词的时候 就算你不知道他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用法 但你知道stroke的本意 就是轻轻悄悄的一下 这么个意思 就你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哦 就是这个luck 轻轻悄悄的来了 这么一下 就大概就知道 这个stroke的这个 就你能体会到他这个意思了 那么你就可以在看懂的基础上 多记一点 哦 stroke原来还可以这么用呢 还可以用a stroke of 好记住了 那么你的词汇量啊 阴影阅读能力啊 就是这么提升了 astronomically 他的形容词是astronomical 这个词的意思呢 就是天文学的 但是这个co 他也是等于k的 就是astronomical 他等于astronomic 所以这里呢 我们也还是先不说这个co 和这个k的区别 等一下我们再说 就是后面会碰到的 后面会碰到co和k 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说 然后他的名词呢 就是astronomy 天文学 那么这几个意思 扫清楚了之后呢 以这句话的这个意味就出来了 就是如果这个宇宙的 其他地方是没有生命的话 那么地球上的生命就 肯定是 一次天文学上的 不太可能发生的 好运的 突然之间的 发生的结果 就是说 这种运气 这种在一个星球上面产生生命的这个运气 在天文学上来说 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但是我们地球上 突然之间就像灵感来了一样的一样 就这么发生了 然后这个结果呢 就是地球上有生命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就是你这样去体会这句话 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含义很丰富 就很有意思 这个地方呢 它是翻译成 那么地球上的生命 毕竟是一次 最不可想象的天文奇迹的结果 它其实这个也是 做了一点翻译上的处理的 就是还是翻的挺顺的 顺便说一下 这个翻译不是我翻的 这个翻译是 经济人商论自带的中文翻译 我觉得经济人商论的翻译是 非常靠谱的 就是大家可以 完全可以信赖它的这个翻译 那么这里呢 还有个地方是 我想讲一下 就是这个then 就是这里连着两句if 就是if如果有生命的话 if如果没有生命的话 那第一句的这个if 它后面接的这个主句 它前面是没有这个then的 那么第二句这个if 它后面接的主句 是有这个then的 而它翻译的时候呢 它翻译的都是 如果 那么 如果 那么 那么这个if后面 到底要不要then的 就我知道可能就 有的人就会很纠结 那我写了if 那我主句要then 它是不要then的 就是 一般来说 我们中国人 就是如果说我们说 如果怎么样的话 我们就很习惯说 那么 怎么怎么样 那如果那么 如果你翻译成英文的话 就很自然的会觉得 if后面就一定要跟一个then 其实这个呢 是这样的 就是 你不要把这个then理解为那么 就是这个是跟中文的逻辑 是不一样的 就是英文这个then 它表示的是一种先后关系 或者说 因果关系 先后关系就是说 这个if这个句子呢 它一定是发生在前面 然后这个then呢 它一定是发生在 if之后的 就是一定要在前面的发生之后 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 那你就用then 那因果关系呢 就是 if的这一句呢 是必要条件 没有if 就没有then后面的内容 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加then的 否则 你就不要加这个then 不要中文有一个nam 你就来一个then 这个是 两种语言不同的 逻辑关系 就是像第一句这个情况 就是 如果在宇宙的其他地方 有生命的话 后面的这个then 它指的本身 就是这一个条件 就是是因为这个 才引发了一个问题 就是 它这个地方就是 既不存在先后关系 也不存在因果关系 当然 它就不需要这个then 而它第二句话呢 如果宇宙的其他地方 没有生命的话 因为有这个条件存在 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的推论 存在 就是 因为这样 所以地球上的生命 肯定就是 的结果 就是一个非常好运气的 一个结果 就是 这个呢 它是因为 有了这个条件成立后 它才成立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就要加一个then 所以判断这里 要不要加then呢 你不要按照中文的逻辑来判断 而要按照英文的 就是前面这句话 和后面这句话的逻辑关系 去判断 这样你就不会犯错了 就是这个人 他是一个科幻小说的作者 is reputed is reputed to have said 这个reputed 可以说一下 首先有一个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词 reputation 名誉 名声 声望 名望 就都是这个词 比如说 he has a good reputation 他有一个好名声 这个词 我们很熟 就是属于 很小的时候 就会写过的那种词 那reputed呢 就是它的词源 也是名声这个意思 不过它的用法 有一点不一样 一般是of repute 或者是of high repute 就比如 he is a writer of repute 他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作家 这个地方呢 他跟reputation是有区别的 reputation是 可以指好的 也可以指坏的 你可以说 he has a good reputation 你也可以说 he has a bad reputation 他名声很坏 但reputed呢 他一般是指好的 要么就是of repute 有好名声 要么是of high repute 名声特别好 就是 是有这么一个区别在里面 那同时呢 这个reputed这个词呢 它也可以做 动词 就这里是名词 同时呢 它也可以做动词 或者呢 有的说法 就是有的语法学家 是认为 不是reputed做动词 而是reputed做形容词 因为它基本上 只有一种用法 就是什么东西 或者谁 is reputed to 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里的这个用法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is reputed to 怎么怎么样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他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名声 就是 别人觉得他是个 什么什么样的人 或者别人觉得这个东西 是个 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 he is reputed to be the best heart surgeon in the country 他呢 被认为是 这个国家最好的 心脏外科医生 the house is reputed to have been the poet's birthplace 就是 这所房子 大家觉得 大家认为 大家认为 这所房子是 这个诗人 出生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 他引用别人的话呢 就是 谁谁 is reputed to have said 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我们写作文的时候 可能也经常会引用别人的话 所以这个句式呢 你是可以记一下的 就是 reputed to什么什么 这个还是蛮高级的哦 然后他呢 也可以变成 副词 reputedly 就比如 he reputedly earns 2 million dollars a year 他被认为 他据说 他能够一年赚 200万美元 就是 大家相信他 大家认为他 一年能够赚那么多钱 那么这个人 他说了什么话呢 就是 这个两种可能性 都存在 要么是 这种可能性 要么是 这种可能性 either or 不管是哪种 两种 都同样的 可怕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cosmos 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人 跟我一样 是小时候看 圣诺信誓长大的 如果你看圣诺信誓长大的 一定会知道这个 cosmos 小宇宙 但是 其实 这个地方 它是cosmos 不过你别看 它是用一个s 它不是说 它是复数 它是一个单数名词 就是这个词 它是一个 singular noun 就是说 它是一个 只有单数形式的名词 它没有复数的 然后用的时候呢 它一般都是 the cosmos 什么怎么样 然后后面是 接单数动词 比如说 the cosmos is the universe 那个宇宙 就是 就是the universe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不要搞错了 也不要被 圣诺信誓误导了 正确的用法是 the cosmos 然后后面 接单数动词 不要忘记了 the other reason the question is philosophical is that there has historically been too little evidence to settle it 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reason 这个reason后面 跟什么东西 就是你怎么来表达 什么什么的理由 一直都是一个口点 那我们的老师呢 可能会跟你们说 就是reason后面呢 一般有三种情况 你可以说 the reason for 什么什么东西 你也可以说 the reason that 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the reason why 怎么怎么样 那如果the reason for 什么什么呢 你后面可以跟 直接跟名词 或者跟Ing don't 就比如说 the reason for being a translator 我做一个翻译的原因 做翻译的理由 或者是the reason for which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有这么三种形式 那么像J的这句话 the other reason the question is philosophical 除了这样写 是不是还可以按照 这个三种方法 去换一种写法呢 就比如说 如果是that的话 它是不是可以说 the other reason that the question is philosophical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这句话 它本来当中 就是省略了一个 that 那么why呢 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说成 the other reason why the question is philosophical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会有人认为 这个是redundant 就是荣誉 他们的理由呢 是这样的 比如一句话 I want to know the reason why he's late 我想知道 他为什么迟到的原因 但其实这句话 没有必要说这么长 因为你可以直接说 I want to know the reason he's late 我想知道 他迟到的原因 或者 I want to know why he's late 我想知道 他为什么迟到了 所以the reason why 什么什么这个用法呢 有人会用 但也有人会觉得 这么用是不合适的 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for 这句话是不是可以说成 the other reason for which the question is philosophical呢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不是说它语法上不对 for which是对的 是正确的语法上 但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用the other reason for which the question is philosophical 这个which是没有所指的 for什么什么 指的是什么的原因 比如你前面如果有内容 我随便举个意思 there has been a delay 有一个延迟 the reason for which is that it's raining 就是这个延迟的原因 是外面下雨了 那么这个for which 它指代的其实就是 for那个delay the reason for the delay is that it's raining 但这里在这个语经下面 它前面并没有说是 什么事情的reason 就是它没有说 there has been a delay 它没有说这个delay 它没有说reason for 什么什么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如果你没有 前面这个前提 你在后面用了个 the reason for which 这个which就是没有所指的 所以这里不可以用for which 如果你一定要用reason for 什么什么的话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说 the other reason for the question being philosophical 就是那个问题会哲学性的原因 那这就是the reason for 加名词加RNG动词的用法 那么继续看下面 the other reason 什么什么什么 is that 什么什么 就这个地方 这个is that 这里 这里其实也是一个中国学生 很容易犯的错误 因为很多学生会说 the reason is because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大家都很自然 这个原因嘛 就是因为什么什么 比如什么 the reason is because is raining 原因是外面下语了 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redundant的错误 就容语的错误 你可以说the reason is that is raining 或者the reason is is raining 就这个是描述性的那种 同句省略that的情况 我之前出过视频 如果大家不记得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或者你一定要用because的话 你可以说 there has been a delay because is raining 就可以了 就你没有必要说 the reason is because 所以这里的两个坑 两个陷阱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这个是reason的 坑 就一定要注意 你们自己在写作的时候 或者造句的时候 或者是翻译的时候 千万不要犯这种错误 那么下面 historically 历史的 就我们前面不是说 co和k 其实在很多词上是不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前面碰到两个词 它都是co等于k的 就是astronomical 等于astronomic philosophical 等于philosophic 所以我们一直就没有说 这个co和k的区别 那么这个地方 historically 这个就可以说了 因为historical 不等于historic 类似的还有 economical 不等于economic classical 不等于classic electrical 不等于electric 那它总体的规律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什么什么co呢 它一般就是指什么什么的 历史的 经济的 经典的 就什么什么的 然后什么什么k呢 它一般就是和什么什么相关的 有什么什么意义的 就比如说和历史相关的 有历史意义的 开创了历史的 就这一些 就是直接的 就是co 是不太直接的 就是和什么什么有关的 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k 就比如说 historical figure 一个历史人物 它指的是 这个人是历史上存在过的 历史上的 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不是虚构的 就比如 罗承不是historical figure 但是 李世民是一个historical figure 那如果是historical figure呢 historical figure呢 就是说 这个人呢 他是在历史上 有作用的 影响了历史的 这么一个人 他可以叫 historical figure 那么还有其他例子 比如说 of historical importance 有历史重要性的 历史的重要性 historical importance 或者是historical change 对历史有很大意义的 这么一个变化 一个变革 叫historical change 像importance 一般都是historical importance 你不太会看到 historical importance 但是很多词 是不跟importance一样的 就是它是跟figure啊 change啊 这种词一样的 就是像这些词 你既可以用historical来形容 也可以用historical来形容 但是你用不同的词去形容它 其实侧终点 表达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来说一些对照 我每说一个词呢 我会先评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先反映一下 然后再听我讲 就比如说event a historic event 和historical event 大家觉得这里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呢 historic是在历史上很重要的 开创了历史的 对历史有很大影响的 那么a historic event 就是说这个事件 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 比如说变法维新 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开创了一段历史 它就是a historic event 而a historical event呢 它就是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意思是这件事情 是历史上发生过的 不是虚构事件 不是孙悟空大闹天宫 而是李世民选我们兵变 就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下面 a historic building 和a historical building 那这个呢 historic building 意思是 这栋房子 它是有历史意义的 就是可能有一位伟人 出生在这里 比如说孙中山故居 或者是什么重要的会议 在这里召开 这里是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呢 旧址 那么 a historical building呢 就是说 这个房子它很老了 它自己本身 有一段历史 它在这待了很多年了 它在历史上 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 它叫 a historical building 但其实 a historic building和 a historical building 中文其实都是 可以翻成历史建筑的 只不过 historic building 它强调这个房子 有历史意义 而historical building呢 它强调这个房子 很古老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中 都存在着 这是侧重点不同 我这么说 大家是不是有一点明白了 当然我现在说完 然后你现在应该是听懂了 理解了 但是你到了未来的某个时候 你可能突然又搞混了 又不理解了 然后你看到那个 什么historic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就又会想 这个地方它为什么要用historic 而不是historical呢 然后你就又想不通了 那要怎么办呢 就是你可以把我刚才说的这一段内容 好好的记在笔记本上 或者手机里面 就是方便你查看的地方 下次你碰到 在理不清楚的时候呢 你就拿出来 再看一看 想一想 或者自己动手 再查查字典 查查网络 这样你一搞混 就复习 一搞混就复习 那么你多搞混几次 多复习几次之后 你就可以最终理清楚了 然后你就 不会再混淆这两个词了 那么这两个词的 副词形式 都是historically 就是不管co和k 有没有区别 它们的副词永远都是同样的 比如说economical和economic 它们的副词也都是economically 由于这个副词 它同时是这两个形容词的副词 所以它的意思呢 也是这两个形容词的意思 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它既可以是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 就是historic的副词 也可以是历史上存在过的 在过去在历史上存在过的 那么它这个意思呢 就是historical的意思 那么这个settle settle的本意是安顿啊 安排啊 然后它也可以解释为解决 像这个地方就是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解决一个question settle the question 那这里翻译的呢 是能解开这个谜团 就这个意思 那这句话呢 就是说这个问题是philosophical 就是这个问题是哲学性的 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它前面一段说的是 第一个原因 那它这里说的是第二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从历史上来看呢 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有很少很少 几乎没有的证据去证明它 too little 它是一个否定的意思 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证据 可以去证明它 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arguments about life in the cosmos must extrapolate from a single example that is itself poorly understood that is itself poorly understood 指的是这个 a single example 这句话的主语 arguments arguments呢 它有两个方面的意思 一个是论点论据 就是比如说 我有几个论据来 阐明这个问题 那这个呢 就是可以用arguments 如果是在做论点论据的时候呢 它后面是跟for或者against的 就是for就是arguments for什么什么 就是支持这件事情的论据 against什么什么呢 就是反对这件事情 不支持这件事情的 就是这件事情的反面论点 当然除了你说for against 你也可以用相同的词来表达 就比如说arguments in favor of什么什么 也是支持什么什么的论点 就是什么什么事情的正面论点 那arguments的第二个意思呢 是争吵 就是argue它本身就是争吵嘛 那argument呢 就是argue的名词 就是争吵啊 或者是比较激烈的 大家情绪都比较激动的讨论 那这个后面呢 它就可以跟比较多的词了 比如说about或者over arguments about什么什么 或者arguments over什么什么呢 就是关于什么什么的争吵 或者讨论 比如说we had an argument about what we should buy 就我们争论了一下 我们应该买些什么东西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说 we had an argument over what we should buy 除了这个呢 你还可以跟between argument between 谁和谁 或者argument between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在什么什么之间 发生了一场争吵 或者讨论 比如说an argument between her parents 他爸妈吵架了 就是这个是他爸妈之间 发生的一个争吵 那还有呢 可以跟with argument with 谁谁谁 就是和谁谁谁的争吵 就比如说an argument with his wife 他跟他老婆吵架了 当你要说解决一场争吵的时候 你同样可以用前面那个settle 就是你可以说settle the question 你也可以说settle the argument 就是这一些arguments呢 这一些争吵和讨论呢 是从什么什么上面推论来的 这个extrapolate 大家可以看这里我写的意思 就是外推推断 那我写这个外推呢 就是说这个词 它其实有一层意思 就是基于原有的论据 或者数据往外衍生出去 往外推论出去 然后推断得出什么什么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做一个不及物动词 就是它的主语是arguments 直接是extrapolate from 就是它呢 是从这个东西上面推论来的 但其实这个词 它也是可以做极物动词 那它如果做极物动词的话呢 就是extrapolate什么什么 from什么什么 就比如说 extrapolate these arguments from a single example 那这里的这个a single example呢 就是直译的话 就是一个就这么一个 简简单单的例子 那它这里它 大家想想看 它根据前文 你觉得它这个a single example是什么 它前面不是一直都在说 我们地球上面有生命 是一个不太可能发生的 a stroke of good luck 就是特别好的好运气 就是特别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 然后突然发生了 然后地球上就有生命了 而且这个地球上有生命 这个事情不是很普遍的 不是很多地方都有的 就只有地球上有生命 那它这里这个a single example 它其实就是 法尔赛 它在法尔赛 就说 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 独描描的一个例子 就是地球上面有生命 它地方也没有生命了 也没有example了 只有这么一个example 就是地球上的生命 所以这个a single example 指的就是地球上的生命 然后他们说 这个example 它本身也是poly understood 就是只有一个例子 同时这个例子本身呢 大家还都不怎么了解 不怎么理解它 就是目前所知 只有地球上有生命 而目前科学家 还不知道地球上这个生命 到底是怎么来的 还不能确切的知道 就是这个就是 他这句话的意思 然后下面他说 biologists still like a bulletproof theory of how earthly life began 首先来看这个biologists 这篇里有很多 什么什么什么学家 大家可以自己留心记一下 这个biologists 就是生物学家 然后它的名词就是biology 生物学 然后它的形容词呢 是biologic和biological 这两个词也是相等的 biologic等于biological 当然它们的副词就是biological 然后看下面这个bulletproof bulletproof就是防弹 什么什么这个proof 就是什么什么防的 就是怎么理解呢 proof是证明嘛 那什么什么proof呢 就是你能在什么什么面前 证明自己的 waterproof 我能在水前面证明我自己 防水的 fireproof 我能在火前面证明我自己 防火的 windproof 防风的 那么这个bulletproof theory 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一个防弹的理论 怎么理解呢 就是这个理论 它甚至可以在子弹面前证明自己 那是不是就说明这个理论 特别的坚挺 特别的靠谱 就是它可以在 别人发生过来的攻击啊 慢骂啊 什么前面证明自己 这个理论很厉害 特别靠谱的 是比较有根据的 比较有切实根据的理论 就是bulletproof theory 那这里呢 它说生物学家 还缺少这么一个 bulletproof theory of how earthly life began 就是关于这个地球生命 怎么起源 没有这么一个 bulletproof theory 就现在所有的theory 它们都不防弹 就是子弹一打来 它们就完蛋了 所以这就是现在这个 生物生命学 起源的这个情况 这个earthly 大家要注意的是 它虽然有AOI 但它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地球上的生命 那它的反义词是 unearthly 就是非地球上面的生命 也是一个形容词 大家要注意就是 你怎么判断 什么什么 是形容词还是副词呢 其实它有一个 很好记得一个区别 如果是名词加LY 一般来说这个词就是形容词 如果是形容词加LY 那就是这个词是副词 就比如说earthly earth是一个名词 加LY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 或者说friendly friend是一个名词 加LY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 友好的 然后下面 other planets 其他的星球 are far away 都很远 and hard to study 就是other planets are far away and other planets are hard to study 那这个地方 我估计有人会问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 hard to study 而不是 hard to be studied 因为按照我们的逻辑理解的话 是人去study 人去研究这些星球 那么这些星球应该是 被studied 那这个地方呢 是因为are hard to study 这个are 它是一个linking verb 就是细动词 除了像我们常见的 is are 这种细动词以外呢 它还有一些 比如说taste 比如说seem look smell appear 这些都是linking verb 都是细动词 那么当一个细动词 跟一个表难译的 比如说hard easy complicated 这种词 跟一个表难译的词 连接的时候 后面的这个to 就是to不定是 它就不要用被动了 就是可以用主动 来表达被动的意思 就比如这里的 other planets are hard to study 它其实表达的意思是 people find it is hard to study other planets 相同的还有 the problem seems hard to solve seem也是一个系动词 hard是比较难译的 所以后面就直接是用主动 seems hard to solve 而不是 seems hard to be solved 还有the book is difficult to read is 系动词 difficult 难译 比较难译的 这个书很难念 很难读 所以后面就是用主动 来表达被动的形态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是一定要记住的 这个应该是很多考试都会考的 考的一个点 就是linking verb 加上表难译的形容词 后面一定要用 to do 而不是to be done 这里就是说 其他的形容都很远 所以他们很难去研究 因为太远了嘛 过不着 编程我记 然后下面 that leaves zoom for all sorts of theories zoom 这里是一个不可数的名词 意思是空间 就是 这个呢 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它留下了很多空间 可以让各种各样的理论 可以让大家去开发各种各样的理论 这个意思 perhaps life is rare perhaps it is common but intelligence is not or perhaps even intelligent life is common but the technology that lifts it up ends by destroying it a popular line of thinking after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perhaps 这个地方它是三个paps perhaps perhaps or perhaps 就是可能是这样 可能是这样 也可能是那样 但它其实这三个paps 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并列 它是一个递进 那它是怎么递进呢 就是perhaps 什么什么 perhaps 什么什么 but 什么什么 or perhaps even 什么什么 but 什么什么 这个就是它一个递进的一个过程 首先它说 有可能这个生命是很少见的 rare的 但也有可能呢 生命不少见 不rare 生命是常见的 但是智慧的生命 有智慧的生命 是少见的 but intelligence is not common 就是 intelligence is rare 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智慧生命 是少见的 哦 也有可能呢 perhaps even intended life is common 也有可能呢 就算是有智慧的生命 也是常见的 但是 技术 科技 曾经 让它们lift up的 ends by destroying it 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是ends by destroying it 它是这样一个连接 就是 这是一个 整体 就是它其实意思是 ends it by destroying it 就是那些 曾经让这些生命 起来的科技呢 destroy它们了 把它们摧毁了 摧毁之后呢 就是把这个种族 把这个生命 物种给消灭了 就是 ins it by destroying it 就是这句话 是这样子来的 那么这个lift up 我们知道lift 就是举起 做名字上呢 就是电梯 就一般就那种 直上直下的电梯 就是lift 那lift up呢 就是把这个东西 举起来 那隐身一下呢 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 激发起来 催生起来 让它们 推了它们一下 然后它们就 起来了 那么这个lift it up呢 这个it 就是指那些 其他的那些 智慧型的生命 其他的intelligent life 就是这个 这个科技呢 曾经可能就是 把那些 有智慧的生命 lift up了 把它们抬起来 把它们拖起来了 然后之后呢 又end it by destroying it 就这么个逻辑 最后一句 popular line 这个地方 a line of thinking 它其实是一个 很常见的表达方式 大家可以记一下 就是line嘛 就是一条一排 a line of people 就是排成一队的人 那些人排成了一排 或者你看一个文章 line就是一行 就是这一行 哎呀 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一行 然后看完之后 我们看next line 什么什么 下一行 怎么怎么样 就是可能我们 小学的时候 老师好像经常会这么说 然后这个意思 隐身一下呢 就是除了 除了行以外呢 它也可以隐身为 一句 就是诗歌啊 戏剧啊 比如说一句台词 什么的 这个也叫a line of 就是它不是仅限于 一行字 也可以解释为 一句文字 那么再隐身一下呢 它就变成了 一条思路 一种方式 于是就有了 a line of thinking 这种搭配 就是一条思路 还有a line of reasoning 一种推移的方法 a line of argument 一种理论的方式 或者说 一种吵架的方式 就是都是这样 都是这个 a line of 它其实可以跟 很多词搭配的 大家可以记下这个用法 然后这个地方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就是核武器 发明的那件事情 那这里的这个the呢 它是比较强调 就是我们都知道 核武器被发明了 就是你知我知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有那么件事情 就是核武器 就那件事情 就知那件事情 就这么个意思 曾经有小伙伴问过我 就是什么时候用the 什么时候不用the 那有同样问题的小伙伴呢 可以给我call in1 如果大家都有这样 类似的问题呢 我可以考虑 专门出一个视频讲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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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